气体电弧焊接 这部是一部气体电弧焊接机 它是一种特别的电焊设备 可以用来焊接金属薄片 金属电焊机利用焊接嘴作为电极棒 并从焊接嘴不断拉出金属线作为焊枝 乌合针是常用的金属焊枝材料 在进行焊接时 电流通过金属线和弓件 产生电弧 同时焊接嘴会噴出多性气体 例如瓦气 用来保护焊接口 电弧通常会用高频率和高压的电密充产生 以避免用焊接嘴接触弓件 多性气体会储存在坚固的容器内 容器上的压力标显示容器内气体的压力 在焊接时 容器内的压力就会将气体高速地噴到焊接口上 多性气体是不容易产生化学反应的气体 噴出时会将焊接口四周的氧气排走 所以能够防止高热的焊接口被氧化 大多数电弧焊接机可以半自动地操作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电弧焊接机的操作示范吧 在进行电焊时 大量电流通过氧金属线产生电弧 电弧的高热会将不断拉出的氧金属线快速地溶解 然后均匀地落在接口上 当溶解的氧金属冷却之后 就会凝固成为坚硬的金属 将供点接合 气体电弧焊可以快速地将金属薄片 特别是非铁金属 稳固地接合在一起 气体电弧焊接需要较多技巧 成本也较高 不过它可以产生较为清洁和可靠的焊接口 高质素的焊接口 对一些工程项目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在航空工程中 飞机和太空船的组件 就必须非常可靠地接合在一起了 请不吝点赞订阅